Hello,大家好,我是杰小白 我现在还是在我贵州老家的 今天天气不错 我打算去山里面转转 找一找老房子 我们这边其实已经改建的差不多了 很少有那种木结构的老房子 在过去旅行三年当中 我一直有这么一个理想 就是我想改一栋老房子 改来自己住 顺便当民宿这样去接待咱们的粉丝朋友 到我们老家来玩 这只是我心中的一个萌芽吧 也不是说非得做这件事 只是今天正好有空回到老家 我就去转一转 看一看有没有好的地方 看能不能自己买下来或者租下来 咱们搞一搞乡村民宿 也是不错的 我现在开着车 到这边山里面来转一转 然后伯父伯母跟着我一起呢 那边山路比较崎岖 其实在这里也有老房子 而且是靠着河边的 在我们的这边 就有这个老房子 它这面前的这个院还不错 而且很宽敞 镜头给我一下 看一下 它面前还有这么宽的地方 所以关键是 这边上还有一条河沟 我现在下车 来到这边一个稍微 比较宽敞点的地方 在这里 它的这个 田就比较宽广 然后上面一排的这样老房子 感觉好像还有人住在这里面呢 老板 你好 你们等着呢 你们现在在这个房子里面啊 我说这两家 现在旁边的这个全部都没在这里 哦没在这里 这个就是你们家哈 对 我过去看一看 你们看你家有几口子呢 我这几口子呢 你个人在这里吗 对 哦 看见这个老房子 这院啊 开阔的 还养着鸡 这老呆子 多好啊 就是如果说 没有被河里运用起来的话 就荒废烂掉了 你看这个田啊 这么大一 大一秋天 就非常非常的适合 用来改那个民宿 我们老家啊 我家在那个这边的这个山头 翻过去 那边是我家 在中间有一条河 然后 这个地方你说夏天来就避暑 热了 然后可以去那个河沟里面 耍水 就特别的棒 这些 路头都是成年老木 而且它这个结构已经倾斜了 如果说你真的要做的话 其实这个是需要很大的投资的 说实在的 麻烦注意哦 看一下 这个房子已经烂成这样了 太破了 太破了 如果说你真的要改的话 改成那种乡村民宿 就真的这个花要花不少这个 它这个也很好 它这个墙体啊 全是用那种石头啊 它这个全都是石头 你看你看 这种柱子啊 这种柱子啊 这个柱子石头啊 这外墙也是石头啊 这边是用那个火砖 烧的 建房的 这个可以啊 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 整体的都不错 这边的钱都特别的宽广 你看这个 这个拿来改个茶室啊 给个咖啡厅 就非常非常的棒 上边修复一下 脑子里面都已经描绘出这种 田园木戈的生活 这边山清水秀的 夏天来真不错 这只是其中一个地方 然后因为这边山多嘛山大 你要是去找的话 其实四处找还挺多的 但是比较费时间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看上了不一定这个宅子的主人 他会租给你或者说卖给你 看来现在都是班主的 基本上都班主的 都不过年都不回家 都没回来 但是有些的真意 有些的 有些的 哦 你看这感觉真棒 好了 我们现在去下一个地方 这里的海拔有1200多米 你说的就是哪边那个哦 嗯 他来一改的两个号 那这一改吧 没改 嗯 从这里走过去哦 嗯 是可以不过去 不过去到 不过这个车不得行 上面全都是别人修缮 估计也是有人在家里面住 估计也是有人在家里面住 我感觉他来的不安逸哈 看不出去 我现在要看的这个老呆子啊 其实是我的伯父伯母 他们说这里的很不错 就叫我来看 但是 我来了之后 我发现 并不太理想 二哥哥 别叫我啊 宅子是不错 这宅子整个宅子是挺好的啊 但是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这个风景 就被这个一个小山帽 完全给挡死了 看不出去了 就 差点意思 是不错 这个门锁住的 没有门在家 这里还有一个风筒 看一下 这上面还有蜜蜂 看到没 这上面还有蜜蜂 这个以前是我们做什么的 晒那些 晒东西的 晒东西的 这些都是老物件的 其实我一直想就是把我们老家的这些老宅子哈 给就是如果说能够有那个经济实力的话 就是先把它租下来 然后改了修缮一下 用来做这个东西的 做接待啊什么的 然后我想就是把我们家乡的这个经济啊什么的 还是有这么一个理想 但是 很多时候呢 你们知道的就是理想和 和这个现实是 真好 咱去下一个地方吧 就在前面店是吧 就在前面店是吧 远不远呢 不远 这上面还有很多雪没有融化 是不是累了 在前面 在前面 是无言上的 无言上的 无言上的 还是死了瓶的版本 你开得哭 就听你的啊 不行 我要做的话 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行 有砖房 有别其他人 我想的就是那种 像我们刚刚在下面看到那个 就连成一片的那种 全是老房子 没有别的人住 从这儿看过去 看到对面那个迷雾之中啊 隐蔽的一个山脉嘛 那个山脉 对边一个主山脉 然后我家就在那个山脉 对面看到的 平时我们在下边玩 就可以看到对面的那个山很清晰啊 相当于现在是隔了一座山 一座山一座山 一座山 我们家在那边最里面的那座山里面去了 地方是真不错 但这个地方开车进来太累了 现在这里的海拔一千四百米 哇 这里真的是一南中山小 特别的开阔 这里就特别开阔了 这里就特别开阔了 哇 这个路真的是有 估计 平时很少有人到这来 这已经完全是原始森林了 在这里面还有一个房子 这真的是很奇妙啊 哇 这个地方不错耶 阿宽 这个地方不错 好 下去看看 这个地方是不错 比较开阔 然后 这儿的老房子 好几片 然后呢 这儿还有一项 然后 在那个 那个当里面也有一个 他这儿的这个房子啊 真的是 太棒了 下边的这个砖呢 可以粉饰一下 那整体的这个环境 是挺棒的 你看一下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房子啊 其实就是我奶奶的兄妹 他们家的房子 这开进来要开一个多小时 山路全是 就相当于来他们家败了个年 感觉这个院走进来多好 这个地方我在去年来过的 这个地方我在去年来过的 鸭鱼婆 鸭鱼婆 哎呦 鸭鱼婆 鸭鱼婆 嗯 鸭鱼婆 嗯 对 我看就是鸭鱼 鸭鱼 哇 看一下 镜头咱们往这边转 看一下 好舒服啊 这个地方 别叫啊 嗯 好高兴的 你看 小鸭鱼 等我一会儿 这些老宅子啊 在这山里面 你把它改出来的这个样貌 它就特别的好看 而且 非常的有灵气 你看 这个 啊 多棒啊 哇 哇 这边过来全是 哇 好 三 第三 对 大鸭鱼 相宽 大鸭鱼 照片呢 前年是去年了 你跟姚姚婆婆一起拍了一张照片了吗 哈哈哈哈 啊你看这房子啊 哇这地儿 这地儿 这地儿就不错了 我们走到这边走到这边来 这下去是一片梯田 然后呢这边上有菜园子 从这儿可以看得很开阔的 算是比较开阔吧 哎呀很可惜就是那个山脉给绑住了 中间这个山脉 没有这中间这个小山脉的话 啪 下去就是看到镇上面去了 我们那个三桥镇 哇你看这些多好 我心中的宏伟的蓝图在这山间描绘出来了 但是现实 让我们没法描绘 你要说随时随便便修缮改装一下 这得费多少这个呀 那些房子不漏 拿出来盖出来招待别给来储啊 嗯对就很好 那些房子没得人带不得了嘛 没得人带不得了 没得人带不得了哈 嗯 那边都是你们家的亲戚哈 羊不花家的呀 羊不花没了我们一家人的了 一家人过来的哈 这个就是穷光心的 这个有人住没了 他说我不得住了 你不能住 我不就住了这个了 就住了那一桿哈 啊那边一桿了 是啊 多好的地方啊 怎么了嘛 哎哟 不做饭了 要一不 不辛苦不辛苦 那我们走了 来吃了饭又走了 本来我走来看老房子 走了 好好好 今天看完老房子 圣诞拜了个年 吃完饭现在往回走 这会儿 夕阳很美 好茶了算是这么多个地方 这里面其实也真的很棒 避暑啊夏天 因为这里面的海拔 一千多避暑是超级的 非常的适合 但是这个还没有和主人家 沟通询问呢 到底定不定 只是我心里面有这个 萌生的这样的一个萌芽吧 就咱还没确定下来 具体的就是 之后再说 也算是给大家看一看 给我出一个参考的建议怎么样 好吧 视频到这了 咱们下集视频 如果说我还在老家的话 就继续带大家去看一看吧 因为这边确实有很多地方啊 风水宝地